阿弥陀佛是个名号 什么名号呢 是我们自己真心 本性的名号 无是别人啊 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凡语 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 阿翻成无 弥陀翻成量 佛翻成觉 翻成智 从意思上来翻呢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觉悟 无量智慧 无量觉悟 是我们真心自性里面 本来就做的 不是从外出来的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所谓学佛修行 就是依照这些心理和行为的标准 改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和做法 一心专列阿弥陀佛 离苦得乐 也使其他的苦难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临终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再不受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有人就问了 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坐了飞机 从西方就飞 大概飞了二十几个小时 又飞回来了 西方没有西方啊 佛所讲的西方 不是说我们地球的西方 银河系的西方 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十万亿佛国土 由世界明月极乐 由佛和阿弥陀 竟现在受发 西方极乐世界 在银河系的西方 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土源 现在单说十万亿这个距离 在现实中有可能存在吗 科学家的答复是完全可能 在约会内的准个宇室 是什么像一种百万亿的金额 那是十分多的宇室 二三个人的宇室 二三个人的宇室 的宇室 如果你们有宇室 并关了一年多的宇室 这些宇室 如果你们问 我们在这些宇室 and that is not meant to be a denigrating remark but only to suggest that humankind's greatest experiences still lie ahead of us 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有 确实有佛到阿弥陀 想往之心 犹然而成 我们念佛往生 谁到极乐世界去受生呢 没有生死 我们移民去的 这个臭皮狼不要了丢了 我们的神识 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神识 离开自己这个身体 一弹指就到达了 你临终的时候 决定不会有病苦 欲知实至 自自在在的走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换一个身体 莲花化身 这个身体的向好 光明 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 我们在经上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人家居住的东西 当然干净 一尘不染 需要的东西 心里头只一动念 就来了 我想吃东西 念头才一动 这个东西都摆在桌上 都是自己喜欢吃的 不想吃了 不想吃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空了 不需要收拾 这真正叫净土法 一切物质都是随念而散 不用的时候 自然化去 我们听到这个话 好像感觉到很神奇 其实现在科学家懂得 有此可能 但是今天科学家做不到 有此可能说 科学家懂得 这就是能跟直的转变 科学家今天懂得这个原理 不懂的方法 把能量变成物质 我们需要用的 不需要用了 就把物质转变成能量 就没有了 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 物质转变成能量 但是怎样把能量转变成物质 科学家就没办法了 所以西方极弱世界的科学高明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科学家 跟西方世界比也不能比 有人担心 您的这个建议可能会破坏科学 如果科学家多看佛经 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 不会 会提升 绝对会提升 只有好处没坏处 没有坏处 他们很聪明 比普通人聪明 因为佛法首先强调的 最后强调的都是仁爱 对 这个佛法里头 对任何没有破坏 有破坏的不是佛法 为什么呢 佛法完全讲的是信德 信德是圆融 信德里头我刚才讲了 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怎么会破坏 破坏首先要对立了 我也建立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破坏它了 没有对立 所以佛法讲 整个宇宙是一体 所以你真正了解 欺如之后 你会用真诚心 爱一切人 爱一切物 真的会 你会牺牲奉献的时候 会为他们服务 你不会伤害他 你伤害他的时候 那你说 你一顿佛法就一窍不通 你一顿佛法就一窍不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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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挑战在主意的服务